每個問題的背後都隱藏著人性 用系統思考 才能解決複雜問題 每一個部門他會做自己認為貴的事情 那這個就會造成部門真的衝突 尤其在溝通的成本會非常高 所以他開了很多會他是沒有效應的 常常會發現直線思考缺乏一個全局管 就是我們會往往從我們自己的一個視角去出發 但並沒有去考量 從競爭對手的角度 從合作夥伴的角度 有沒有不同的可能性 其實我就去上過一室類 Peter Sanding的第五項修練 系統思考的課程 我都感覺觀念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要怎麼樣應用到實際的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中間還是有一個鴻溝 很多人都需要具備一種能力 就是解決問題 尤其在一個看似複雜的人際關係之中的問題 薛教授 我都叫他Joe 所有你再亂的東西 在他的面前 他都能夠劃算為一切 System Thinking 它本身是一種修養 是如何能夠把一個看起來非常複雜的東西 能夠視線化 能夠把一些我本來認為很抽象的觀念 能夠把它劃在一個關係體裡面 去找到主要的癥結點 甚至最大的 最有槓桿力的Leverage Point 然後從這個地方下手 開始創造改變 用經驗去想事情 做出經考慣 如果你也有這樣的狀況 你需要一套專注核心的思考訓練 但你破除實現思考的陷阱 就當你當然該努化了 Hopefullypback rumors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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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